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遭到大失心的戏弄 我们有一次住在青城山 青城山因为房间里头老鼠特别多 这个时候去打耗子 打老鼠 其实就是我和阎怀里我们俩的事儿 我们四个人在一个房间 有一次就是进来坐那儿啪一下 拿一双鞋就打过来 炎怀里马上好进来 真没想到你今天还如此勇敢 还这么扭自己的鞋去把靠子给打跑了 结果跑过去一看 哈 你这个猴子 这是我的鞋 晚年的颜海影视觉 听觉 嗅觉都出现了问题 生活虽有不便 但也自得其乐 他眼睛不太好 他眼睛是色黄 就是分辨不出来颜色 他有一次买了一个钟挂在家里 他那家就是黄颜色的 你买的钟什么色的 黄的这不是正好一套吗 结果他叫他儿子过来 你看看 他爱人把他儿子叫过来 你看看 这钟什么色的 他儿子说 绿的 颜海里的营形形象给人粗犷 憨厚之感 耍着月牙铲 留着大胡子 行侠仗义 然而生活中的他 多时是个细腻 文静的人 我翻出了一本书 是颜老师写的一个序 他最后有一段说特别好 我给大家念念啊 他说人活世上 为情所困 为情所累 为情所伤 朗诵这些诗吧 他是设计你情感深处的 这中国语言语语语语 这用语语语 再说 语语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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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